Hello 极土的小伯们 你们好 是猪猪 新年快乐给你们送2024年假成年的年运来了 新的一年给你们的关键词是回归稳定 这个是你们喜欢的 对不对 但是呢 同时也要面对责任与公众凝视 2023年的话 我还是接到你们挺多的这种case 就变动挺多的 确实是 一般你们情商比较高 很少这么不淡定 但是呢 就面对很多什么官司啊 然后是一些突如其来的家庭变故啊等等 2023年确实我遇到的极土比较多 让你们比较不太淡定 因为去年是你们的偏财加上七杀这个年份 这个是蛮危险 蛮考验心脏的一个年份 所以在去年给你们的年运里面 我还给你们列了12345条 如何面对可能 记不记得 出现的一些危险情况 或者是一些可能会打官司 可能会遇到的一些诈骗啊等等的情况 因为偏财心呢 一定会给你们带来很多的所谓那种诱惑啊 这个机会看起来好像不错啊 然后呢 同时财资生杀 七杀心又会带来什么呢 你们想要投机 夺一把那种心态 还有七杀比较危险啊 客森的 它可能会有 如果一个挺而走险不小心 或者你没有查清楚文件什么之类的 那就是可能是一些是非 一些官司 一些突如其来的 你都想不到的一些骗局和风险 那几土啊 你们天性比较求稳 所以我觉得你们应该不至于 自己主动做出太不靠谱的投机举动 但是就像我说的 不少济水济木的几土们 还是反馈了一些比较无语的经历 大多是被别人拖进去的 拖进了别人的官司 替别人背债 或者是言行被别人抓住 小辫子被放大等等 或者是由于各种外界的原因啊 很复杂 就是你们最后还是经历了一些 比如说失业 离婚 然后官司 然后人生的转轨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 你们可以联想一下 几土的名人 包括Angela Baby 还有何炯啊 还有最近的傅首尔等等 他们今年发生了什么新闻可以去看看 当然啊 喜欢水木的几土们 我觉得你们有可能通过这些 这个偏向虎山形嘛 感觉狭路相逢勇者胜 你们通过博弈吧 就可能把这事做大了 做成了 人生呢 进了一个比较新的啊 这个阶段啊 一个比较 节奏快点点赛道 当然是很好的啊 常见的剧情包括 鸡沙嘛 比如跳槽 对不对 创业等等 跳槽可能就是获得了更高的薪资 而创业的话可能就沉出几近了一个市场等等 那当然还有比如说买房子 大型的投资 融资借贷等等 比较大批管项的运作啊 也都是偏财心作为用神来的时候 你的运势会特别好的方向 那七杀呢 好的方向还有 就你自己可能人格魅力被忽然发现 然后受到众人的追捧啊 什么你就是有担当 有就是人狠话不多 当时做的什么英雄事迹又被翻出来好啊 这是七杀为用神的一面 包括比如说最近几土的啊 这个周一为 对不对 口碑被反转了 还有卷土而来的啊 感觉要卷土而来的霍建华啊 这种他最近的口碑也在反转 所以看一看啊 这个就是你们去年比较心脏 需要心脏大一点的一年 总之呢 去年不论你们愿不愿意啊 我觉得你们都已经面临了很多 这种天外飞来的意想不到的 各种各样的诱惑 各种各样的机会 它可能带来的风险和高回报 你们也都见识到了 而到了2024年啊 这个画风一转呢 又到了你们的正观年了 这个正观年又会回归到 你们熟悉一点点的啊 比较稳定踏实一点点的节奏 那咱们就一步一个脚印啊 然后去搞干货这样子 那我还想告诉你们 在一个更大的尺度上面 2024年呢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乘上旗下的这样的一个转折年 因为2019年到2023年啊 这些都是水能量的周期 也就是你们的财新年 你们过去在这几年财新年啊 面对了很多实际的利益 带来的诱惑或者是制约 也会就是为心中的一些欲望啊 无论是赚钱还是whatever 那些就是欲望 你们肯定付出了很多的精力跟时间 是身心都比较疲劳 比较被耗损的几年 因为财新就是耗日元的 而2024年到 对不对 2022到2024年这几年呢 你们又进入木能量的周期 这些年呢 又是你们弯杀年 弯杀是什么 事业家庭带来的压力 这些就登场了 你们除了之前的经济压力 你们这几年还面临了很多社会规则 带给你们的制约 你们比如说 有没有拼搏呀 够不够卷呢 其他人都在 你的同龄人都怎么怎么样了 你有没有怎么怎么样 然后就是是否当初实现了心理的理想呢 你有没有体会体现到人生的价值呢 在社会里你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层 什么样的 就是或者说你自己人生的高度 达到你想要的高度了吗 这些世俗的这样的一种标准带来的压制 在你们的心里都会围绕 它会让你们干什么 会逼你们自己去升级 在世俗意义上的升级 进入更高的圈层等等 但是2025年开始 那三年你们的硬性就会登场了 这个能量又会再持续三年 硬性是什么呢 又不一样了 它是那种关于吸收外界能量 来滋养自己的这样的一种 这种intake 这样的一种心态 所以一旦进入那几年 你们的心态节奏都会慢下来 重心呢 就会从之前带你们 节奏那些什么利益啊 什么功名利禄啊 变成什么呢 怎么样才能投资自己 让自己进步学习啊 就是滋养自己 爱自己 那几年你们就比较适合去学习 比较去锻炼养生 做一些滋养身心灵的事情 俗称躺平 所以那几年的时候 会从这几年 你们比较现实的这个mentality 变成比较感尽 所以了解到这个大周期之后 你们就知道2024年 实际上你们还要再咬牙 坚持一下 因为观察周期还没有结束 硬性能量还没有登场 那2023年 我觉得你们应该已经 见识了一些世面 一些危机 或者经历了一些新的挑战 那咱们2024年 那无论你是刚刚从那个深坑里 被捞出来 还是在悬崖边挺过了这一截 你们2024年 要把这个局面给稳定下来 彻底的站稳脚跟 这样的话 你们的2025年到2027年 才有资本去躺平 对不对 去充电 我们说好听也不是躺平 去那个给自己加油 那具体来说一下 2024这个假成年呢 天干这个假幕 是你们的叫做正观星 它会给你们形成一个 夹己的中正之和 中正之和听起来就很靠谱 对不对 没错 2024年 会有很多比较严肃一点的 比较需要长期的commitment 这样的一些事情 向你们走来 什么事情啊 什么事情是严肃 又需要长期commitment 你没有想到 可能要结婚这种事情 比较可能会发生 但是呢 我觉得在更广义上面 就是压力了 压力会把你们锁死 而且是让你们知道 短时间无法抽身 这感觉呢 其实也并不陌生啊 2024年就是 人一年就已经有正观来 你们已经预习了一下了 比如说那年 你如果是想要扛起一些责任 去当官做领导啊 那已经在那年演习了一下了 2024年 祝贺你们 你们的机会会会更多 特别是深墙 洗墓的吉土们 2024年 你们比2022年的运气都还要好 今年很有可能会正式的 去转换身份成为老板 或者是领导 然后并且扎扎实实的 开始管事了 一旦呢 这种机会出现 你们就知道 time is coming 你们要积极的去争取 千万不要去泛滥 但是寂寞的吉土们 今年的话 你们的感觉会是比较被推着走 可能被迫开始管一些事 没什么好事 或者是被迫要开始扛更大的责任 或者是为你们之前欠的债务去买单 压力的话 比2023年都还要大 真观压得更死 那我觉得你们既然无法去躺平 也势必要去卷入一些别人的烂摊子 那怎么办呢 硬心可以花观沙 2024年 2024年其实默默的火能量是比较强的 如果你寄木 你很有可能会熄火 也就是怎么样 万事就一定要服个软 一定要学会去跟前辈 跟领导去请教 不要自己一个人硬扛 还有呢 不行了就节奏慢下来 去学一点东西 看看书 也许你的答案就在那些书里面 反正是要去 就是补充一些知识 再来说地支 地支的这个尘土 它是你们的劫财心 那是关于自我意识 也是关于人际关系方面的能量 这个能量会让你在 因为在地支嘛 它会让你内心 对于旁人和自己存在的这个关系 是竞争还是融合等等 非常敏感 包括我自己是谁 我属于哪个团体 然后其他那些人 他是什么位置 他会跟我分享资源 还是竞争资源呢 这样这些问题你们就会遇到 如果处理的好的话 那就是获得来自旁人的支持 合作 并且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大家就团结一心 更加坚定你自己存在的意义 那如果处理的不好的话 那旁人的这种 你就会特别容易感觉到旁人的凝视 还有议论 竞争 这些都可能导致你内心比较烦躁 然后或者是导致你自己 跟你些人的人际关系会破裂 或者是会经历背后议论是非这种问题 总之呢 2024年啊 是比较稳 也比较需要扛责任一点 鸡兔本 好好思考一下 你自己的自身和别人存在之间 应该呈现什么样的关系 加油哦 期待你们在今年 稳稳的收获到正观带来的荣誉 同时在递之 也能摆清楚自己的位置 得到自我的认同 希望 hopefully啊 也能得到别人的认同 这是一个bonus了 好的 最后来说一下 关键的月份以下都是杨丽哦 桃花最旺的是杨丽 4月8月 学习考试运最好的是 2月7月 还有2025年的杨丽1月 贵人运最好的会是8月和12月 好了 吉土们加油啊 期待在这个视频下面 听到你们的反馈 我们2025年以四年见 拜拜